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再来介绍 REAL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WICH RE-CELERATION REAL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REAL RE-CELERATION 是为了纪念小说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发行十周年所推出的作品 故事是由原作者 长岳达平监制 讲述婆女复活为主题的 游戏原创故事 而玩家将扮演的 理财人的角度 加入游戏的世界 游戏的战斗是 半自动指令式进行 在大地图上面 如果遇见的怪物 就会直接进行战斗 而玩家选择的角色 就会自动的作攻击 再等到累积满能量 就可以使用下方的卡牌技能 来作攻击 还能够随时切换 控制的主角人物 玩家将可以接受各种委托 前进游戏中的大地图 在讨伐玩、敌人、收集道具等 委托的过程中 还能够培养自己的角色 玩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培养 将他们培育成魔法攻击型 或者是物理攻击型 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 而玩家也能够在大地图当中 与好友们来作共互动 很多动作都是可以第一次做出来 也算还蛮有趣的 玩家将能够与原作主角们一起 在这广大地图上 享受正统RPG的乐趣 目前游戏是日本正式上市 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 REAL叢林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然后叫做魔女复活 那目前的话游戏它是日本正式上市 那台版还没有 那应该在QOO可以下载 我是用Google Play的日版去下载的 不过有一个小缺点啊 就是游戏的部分它需要就是VPN 所以稍微的麻烦一点 那这次的主题就是以魔女复活为原创故事 所以算是比较特别 来我们看一下剧情吧 那REAL的话算是一款非常特别的穿越剧啦 穿越游戏啦 因为这个穿越到这个地方的男主角 他却没有什么功能嘛 只有不断死亡才可以试错 在那个时候 龙奥天满天飞的这个 喔很帅耶 龙奥天满天飞这个状态下的话 他是真的很特别 喔 欸我们是以第三人称的角色去加入这个世界 好酷喔 好我们是失去记忆吗 他這時候試著這樣子嗎?我記得他沒有吧 他不是落到爆嗎? 好,我們把這邊直接跳過,看看這邊跳過 一開始可以選擇三個角色的其中一個是不是? 有人會選他嗎?我很好好不好,我保持懷疑啦好不好 再怎麼樣都要選雷姆吧 因為這個白毛,這個是屬於冰的耶,感覺很強嘛,精靈術 好,不管怎麼樣還是選雷姆啦,對不對 以前就是什麼雷姆腮鉤嘛,對不對 是這樣講吧,好 然後被敵人身視角 那我知道了啦,因為剛剛那個 畢竟跨RVPN就有點慢 直接進入戰鬥就是這樣子 三個人圍擁我們啊 然後我們可以等待這個怒氣值 誒不要在我後面 這上面的這個怒氣點數 那我們現在可以用什麼 點血,然後點他 可以使用這個特殊的技能吧 單體攻擊先使用 到時候希望他戰鬥有那個 多倍速 有嗎 有嗎 怎麼打那個人沒打到沒受傷誒 阿如果你不使用的話他就會自動攻擊 然後等到要用的時候他才會使用技能攻擊 有點像卡牌4這樣,點選 可以單體了 因為我們的氣都差不多了 來一個全體好了 用全體好了 點選用全體 全體攻擊 平常不攻擊他就是會自動攻擊 我們不點選 我們不點選 沒蜜蜜蜜 他是盡量故意用那個第一視角給我們看 是不是啊 我覺得還蠻讚的 還是雷姆賽購阿 對不對 沒有話說 雷姆賽購 我們往前吧 劇情走 剛剛那個是教學結束了嗎 感覺真的是誒 所以其實是有點卡牌編制的玩法 我們把一些該領的都領一領 這個嗎 好我們先往前吧 這個應該是新的第一章節故事 來我們從第一章節玩起 最主要是說至少有語音 剛剛是點掉了嗎 剛剛我們在玩的時候是有語音的 有有有有 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如果那個不知道劇情的玩家 就可以這樣看 因為他到後面的話 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複雜 但是整個前面大概第二季都超好看 尤其是他把那個 刻畫自己害怕的要死那個心情 跟即將死掉那個狀態都把它描現出來 喔我們現在是這個 哇 很像大世界開放的感覺 這個畫面我覺得應該很念吧 那我們就往前啊 好應該是要走到在哪裡啊 這裡啊 它是有點就是假開放世界的概念喔 這裡有一個人 看一下 好我們繼續 看到這個是姊姊還是妹妹 然後其實你看喔 我們在這個環境啊 我們在往前的時候其實可以這樣做這個 揮揮手 還在做這個 有沒有 還可以坐下來 然後 這些行為都可以啦 所以其實蠻擬針的 好但是我們要往前 我們要往這個紅色的地方去走 所以我們必須在這個大地圖上就是接任務 然後探索 我們現在去找 雷姆的姊姊 這新人物的意思嗎 好轉 找到新人物了 傲嬌 天啊 有夠可 不得不就是要再看一下對不對 好啦 看完就 看完傲嬌的我們就繼續去解任務了 有 就解完任務了 我們這個任務去 去找姊姊就這樣 好啦 我這一片真的 真的都是大孩 也就是說我們最主要就是 真的是要跟這個魔女講話 然後去銜接下一段任務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東西 編成 我們就這三個而已喔 沒了 這角色的話就等於是他的 誰啦 在那邊給我用那個攻擊技能 喔是我變身啦 我們自己變身啦 喔我們可以變身欸 漂亮喔 漂亮喔 不是這個 我們不是要玩這個 探索還沒有 第一章節 的 欸討伐 不會討伐是很弱的吧 我們換了一個人物了 漂亮喔 來我們現在要來前接人物 前接了任務 然後我們就可以到這邊來做 這邊也是可以領個東西啦 這邊也是一些 小劇情可以看 好我們都可以跳過 這是一些特殊劇情 然後往前 我現在要往這個紅點去就好了 這也是可以拿的吧 其實前面有一隻鳥 感覺就是 會攻擊我們 但是 我們好像要打的是這一個欸 剛剛的這個圖示 是看到這一隻 好來吧 戰鬥是直接這樣就開始了 然後我們不動的話就會攻擊 我們不動就會攻擊 他就會自己累積技能 然後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攻擊他的話 你就要等到這個 你的很強的攻擊能力的上來 像這個可以用的是兩個 你可以點選他 只是很慢而已 看一下 喔單體直接快打爆了 所以打死敵人呢 跟攻擊都會有他的那個 算是能量值啦 而且進入戰鬥之後 是直接變成那個 很像回合制也很掛 好啦單體啦 現在的話要用這個單體啦 我們現在不消群體啦 我們現在不消群體啦 我覺得這節奏感覺是 比我自己想像中很滿 跟他那個lag都是沒有關聯的喔 紅色的這格子我們是不是也要那個 喔我們要討伐六隻啊 我們等一下群體攻擊好了 因為還是得需要群體攻擊他才能使用技能 老實講應該是這樣子啦 然後他的那個技能可是偏 我們再等一下 要等到四格 就可以用群體攻擊 有了 有了 只有三格而已 有了 來量技能 他那個技能賭一賭就沒了 好過分啊 好啦 而且我快死掉 還差幾個啊 好像結束了 是不是 嘖